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于信号语潮的介绍 这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QD信号语潮连接的是通过一个函数collect 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圆形 它是有五个参数 第一个是sender发送信号 这是信号的发送者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信号 由sender发送出来的一个信号 第三个是receiver 信号的接受者 第四个是一个潮函数 用来响应发送者发送出来的信号 第五个参数是连接类型 collection type 这个在前面还用不到 在qt 多线程和网络编程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参数 这里呢 我们就不做讲解 可能看到大家对信号语潮还不是很了解 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吧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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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是用来连接信号语潮 可以啊 这里我们主要讲它的前四个参数 第五个参数 我们就不做讲解 啊 发送者 发送者 比如说 我们这里就小名 啊方发送一个信号 信号的这里就是啊打 然后接收者就小华 小华在接收到打这个信号之后 然后呢 就会发出 就会执行一个动作啊 躲避 躲避小名的发送出了 信号 这里的小名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小名的这里就是希望的发送者 生的 打了就是这一个信号 打了就是这一个信号 小名发出的一个信号 小华呢 就是这里的receiver 用来接收这个小名发送信号 然后他的执行的动作就是一个躲避的动作 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号与潮的绑定的例子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 啊 程序实力 小程序 qitq的这个小程序 啊 圆码就是只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这呢 就是这个小程序的一个运行效果图 这中间呢 可以从原代码中得知它是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呢 是 它的发送出一个信号 然后和这整个应用程序的 退出 韩朝退出几数 像连接 也就是说当我们 啊 点击这个信号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应用程序就会执行qit这个函数 啊 我们现在验证一下 啊 现在这个当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成应用程序就 啊 退出了 这个应用程序就结束 下面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首先打开我们的编译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 qt crater 然后新建一个工程 啊 工程的就选择控制台工程名就随便取个qit qit已经存在了就换一个啊 q ui t1 啊 直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完成工程的创建 这里我们做一点修改 把简等于 q ui变成加等于 q ui 然后再加一个位置 最后注释掉这个console config 加等于console 啊 注射方法就是选中他然后点击鼠标console加斜杠啊 这个组合键就能够注释掉这一行代码 啊 然后在mancpp里面将co q co application 改成q application 接下来呢就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按钮 所以呢啊 先加入这个按钮的头文件 q push button 然后定一个按钮 啊 就叫 btn 等于66传一个q push button 那你们参数就是他上面显示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显示一个 退出 啊 有时候中文 qt编码问题很烦人哈 这里不知道中文大会能不能支持 然后现在就是信号语潮的绑定 q object collect 啊 信号的发送者这里信号的发生很明显就是这个按钮 btn 然后他的信号 single 啊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发送出啊 这一个信号 所以说啊 希望这里选择click 然后 由这个应用程序 整个应用程序 a 来接收这个信号 并且执行 这里可能输错了 a 并且执行q it 这个还是这个函数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按钮显示出来 btn点锈 编译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写错 啊 这里程序有个错误 看一下 啊 这里中文的话是用一个tr把它 框起来 t2找不到 加上前锥 q object q object 这个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点击q it 然后这个程序就会退出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号雨潮的实力 啊 接下来讲一讲qt窗口部件的布局 qt的布局呢 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水平布局 也就是说将窗口中的布件 以水平的方式 啊 来摆放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 垂直布局 将窗口部件 以垂直方式排列 格子布局就是像方格一样 啊 将部件一个一个的 有序的啊 像格子一样排列起来 啊 接下来呢我们啊 开一个小程序啊 实现啊 这个小程序的使用水平布局 然后同时呢也使用了信号雨潮 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小程序的运行效果 这就是这个小程序 啊 全部代码 看一下运行效果 左边的是一个微条框 右边是一个滑动条 当我们 滑动右边滑动条的时候 左边的微条框的数字 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当我们点击微条框呢 点击左边的微条框 右边的滑动条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这两个空间呢是 啊 以水平的方式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 来布局 接下来我们啊 通过手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小程序 还是 关闭这个工程 我们重新新建一个 新建 控制台 就叫布局layout 工程名就叫layout layout已经有了 就layout1 这里呢一直点击下一步 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接下来呢就是 加入头文件了 啊 我们要用的两个空间 co slitter 滑动条 还有一个空间是 嗯 啊 微条框 是冰box 投文件加入之后 还有一个布局 水平布 这里我们 采用水平布局 q harrylanto hbox layout布局说错了 啊 啊 然后再 用一个vgit来作为主界面吧 大白 啊 实力化这个vgit 我们给这个窗口 设计一个标题 sit sit window title 这个还说就是用来设置窗口标题的我们就叫布局layout 然后就是 16啊定义并且16啊我们的两个啊要使用的空间sit sit sit 这里呢 我们要设置一下啊 snitter的排列方式 sit有应该是有两种 排列方式我们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啊 查看帮助文档 啊 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函数啊 第一个算数是qt orientation也就是它的排列方式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啊 这里qt呢提供了两种排列方式一种是水平排列 另外一种是垂直摆放啊 这里是空间摆放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选择水平摆放它 然后再定一个微条框 实力化 这里少了一个分号 接下来就是设定他们的取值范围 啊 这里我们把它呢 取值范围设为 啊 一样的一样的范围 sit range这个函数是用来设定 啊 微条框和滑动条的取值范围 而如果不知道啊 是用哪个函数的话 可以查看它的帮助文档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查看 滑动条 它的它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在qt助手里面 输入要查询的对象 然后双击就可以在这边显示出 啊 要查用对象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里查看滑动条的 使用方法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qs leader class 这个类呢 这个就是专门讲解 如果使用这个滑动条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list of all members 这个就可以显示出它 显示出它的所有的 qt提供用的方法 如果操作这个滑动条 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sit range 啊 很快 很迅速的就可以在帮助文档里面 找到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这里呢 它是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最大最小值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最大值 这里 啊 关于 这里就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啊 绑定信号语巢 将这两个 对象的信号语巢互相绑定在一起 首先把slider它的一个信号 它有一个信号叫 如果只改变value change 然后就把它和spinbox 它的一个超函数c的挖柳 绑定在一起 这里呢 就是信号的发送者 这里就是 信号发送者发出的一个信号 比如说我们改变它的值 那么它有一个参数 就是改变过的值 然后这是信号的 响应者也就是接受者receiver 这是它的一个超函数 用来响应这一个信号 这个参数呢 如果执行这一个 响应的时候 这个参数就会传递给 这个超函数 然后将 这个是行锁了 是冰box他的卧流轻具 虽然在和slider的 虾安说 我这里输错了 潮汉说C的挖流 绑连在一起 注意在信号与潮里面 信号和潮汉 这个信号他的参数和潮汉数他的参数一定是匹配的 并且只出现 参数类型没有参数名如果写了写上参数名那么 肯定最后运行是会出错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将这两个空间 摆放起来这里我们采用 水平摆放的方式 我们定一个 水平摆放Q sbox layout的一个变量 然后呢再往这个现在我们就定义了一个水平布局 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这两个空间加入到这个布局里面去 一个滑块 先把 这个微条框放进去吧 然后呢就是把 这个滑块也放进去 这个滑块也放进去 A的围解 加入 接下来就是将这个 布局 设置为 这个威吉他的一个主 主布局 调用威吉他的 C2内套 将我们的布局放入进去 最后一步就是将这个威吉他 秀出来 显示出来也就是 好我们先编一下看一下效果 编译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 T2找不到 又没加前缀 这里英文的话是不用加应该也没有问题 好看了已经通过编译了 运行一下 这里运行没有效果 出错了吗 这里 软件还没反应过来 选择一下 选择一下 换一个 release 再换回去 可得可以的反应有点 迟钝 现在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这就是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我们拖动一下 这滑块 可以看见 左边的 微条框 数值在发生变化 然后再 点击一下这个微条框 右边的滑块 也在跟着发生变化 这个小程序我们就使用了信号语潮 还使用了布局 Qt的布局 接下来就是讲一讲如何使用qt助手qt 首先 qt查找方式 有两种直接可以在 咱们的编译器里面 订队 定位的需要 查找帮助的对象 然后按下 F1 现在这个qt 就会弹出他的 一个帮助信息 这个帮助是集成到这个qt 里面的 然后qt5.7版本了 还有一个单独的qt 我们在安装目的下面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软件qt 这个就是qt助手 功能非常强大 基本上你想要查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学习qt 最强大最完整的 最权威的一个资料 然后 比如说我们刚刚使用的一个布局 水平布局 HBOX Layout 这里可以查找到关于布局的 详细描述 甚至还有一些例子 如果使用它 他所 对外提供的接口 都可以找到 这些课呢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qt 世界家学习交流群 这是我们的群号 还有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博客 csting博客 好二郎自在四方 在百度里面输入 好二郎 自在 四方 然后csting 这样就可以 很快的 找到我的博客 希望大家 能够 关注我的博客 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还就是希望大家在观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能够对 我视频的不足之处 提出一些建议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 课程中做出 改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